美国和中国一样也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 为什么人口老龄化对于房地产投资来讲是一件好事 我是北美决定黄有明 我在美国的克萨斯州海岛加威斯顿 下面你们好 在今天视频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些美国的统计数字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图是2007年到2017年 10年之间美国租房家庭所占比例和拥有房产所占比例的变化 那么你会看到这张图上把年龄分为了三个阶段 一个是34岁级以下 一个是35岁到59岁 另外就是60岁级以上 你会看到三组 他们的数据差异非常的大 对于34岁级以下而言 租房家庭的比例呢 在10年当中上升了7% 而拥有房产的人数 这个比例减少了19% 35到59岁这个区间 租房的比例上升更多 达到17% 而60岁以上的人群是租房比例增加最多的 达到了43%之多 想一想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增长 那我们再来看对未来的预测 这张图上你看有2007年的数据 有2017年的数据 另外就是预测了2025年和2035年的数据 这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粉红色的这个色块 这个色块代表了60岁级以上的人群 你会看到这部分色块它越高 就说明这部分人群占的比例是越大的 你会看到一个在美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这是第一次出现 就是60岁级以上的租房群体 他们在大幅的增加 在快速的增加 你看看2007年 这个粉红色的色块有多高 到了2017年是多高 然后到了2025年 然后到了2035年 你会看到这个人群的数量所占的比例 简直是太大了 增加太多了 看完以上数字之后 我想很多人会有一个疑惑 就是美国人为什么不买房呢 年龄那么大了还要租房住 这个恐怕真的是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确实美国人不买房 租房住有种种原因 但是总结下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生活方式 他想要一种更加便利灵活的生活方式 所以呢 他们会选择租房住 这个话怎么讲呢 你看当人年龄变大了以后 成年的子女就不会跟父母住在一起 他们就搬出去住了 原先的大房子呢 就会显得很空 所以这个时候老年人呢 就很可能想要换一个小房子 英文所说的downsize 那么这种换房的需求 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的房地产的交易 那他在换房的时候 要么是买一套房子 要么是租房住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租房住 为什么呢 对于老年人来讲 他的生活方式更加的灵活 另外一个 他不需要自己去维修 去打理这个房子 年龄大了吗 他不想去做所有的这些工作 另外呢甚至租房还会让他获得的一个好处 是不会有争遗产的烦恼 子女不会为了这个房子将来分给谁 而争遗产了 另外呢在美国人的观念当中 也不存在我作为租客 我是租房住的 我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完全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所以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 你会发现租客当中 那些60岁以上的人 比例越来越大 这个数字增长得非常快 你想一想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增幅 那对于我们房地产投资者 尤其是投资出租房的人而言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们进一步揭示 这背后的规律之前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 美国房地产的投资机会 如果你还没有听到过 这是你第一次听我讲 那么注意 在今天视频的下方 我会放一个完整的资料包给你 点击链接就可以查看 那么这个投资机会呢 叫做房地产投资信托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简称REIT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家REIT公司呢 叫做REIT Diversified 为什么特别提到它 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投资策略 就是通过去那些欠税房产的拍卖会来获得房产 以市场价的40%拿到房子 然后翻新再出租出去 由此获得非常高的回报 在2020年它的收益达到了36.7% 这个我们讲的是净收益啊 这也是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 你作为投资者是购买公司的份额 公司在获得利润之后 根据美国的法律 要把起码90%的利润分给所有的投资人的 那对于你来讲 所有的事情你都不需要操心 你只需要购买它的份额 然后在家坐等分红就好了 所有的事情是由专业的公司 专业的团队去打理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点击今天视频下方的链接查看详情 实际上这些老年人 退休了以后的人 他们作为租客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群体 为什么这么讲呢 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就是退休的人 他们普遍是更有钱的 收入更稳定的 所以对于你租客来讲呢 你的房租啊就更加的有保障 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啊 那接下来就是 大家普遍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老年人他们更加的负责 相比年轻人来讲 所以呢他们也更加的容易管理 对于你房东来讲 他们会带来更少头疼的麻烦的事情 他们不管是在支付房租方面 还是在平时使用你的房子方面 都会更加的负责 那这也会带来第三点 就是你把房子租给老年人 那么他们对房屋的破坏是更少的 他们对设备的破坏是更少的 年轻人闹啊 在家里面开一个party啊 或者是精力旺盛啊 所以他们对各种设备的使用啊 对房屋的损耗啊 肯定是更高的 另外就是 如果你把房子租给老年人 他们更少的会换房 因为他不像是年轻人 我突然就换了一个工作 我现在要搬到另外一个州去了 突然这个房子我就要退了 或者是我生活当中发生了某些变化 我现在要换房 我要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年轻人肯定 这些变化变动是更多的 而老年人是更少的 那基于以上四点原因 你会发现 把房子租给老年人 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那好的消息就是 美国现在租客群体当中 增长最快的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这个趋势在未来的10年 15年甚至20年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它实际上是在加强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应该好好的考虑 投资出租房 这个市场在未来的20年 会出现美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的状况 就是你从来没有见过 有这么多的60岁以上的租客 那这件事情呢 对于我们选择投资房产的类型 就是你投资什么房子 也是有更多的提示的 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讲一点 现在美国的市场上 有很多的房子 从外观上 它都是为了建设的 看起来更加的高大上的 更吸引人的 所以普遍建的是那种两层的房子 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 你想一想 如果你买一个两层的房子 你会排除掉很多租客的 那些腿脚不好的 天天还要楼梯爬上爬下 那他肯定就不会愿意租这样的房子 尤其是有一些户型不合理的 把所有的卧室都设置在二楼 生活空间 厨房在一层 那你想一想 这不是迫使租客每天都要楼上楼下跑吗 因为他睡觉在楼上 然后呢 平时的吃饭啊 活动啊 在一楼 那他必须楼上楼下跑 你如果是主卧在一楼 然后有其他的卧室在二楼还好一些 你可以住在主卧 不需要天天上二楼 但如果所有的卧室都在二楼 然后生活空间在一楼 那你就不得不楼上楼下跑 这种呢 就对老年租客非常的不友好 所以对于大家投资出租房来讲呢 最佳的选择是什么 最佳的选择 你去买那些一层的住宅 这个我跟你讲 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你是不会后悔的 因为你会有很多的 把这个房子租给老年租客的机会 如果你买一个二层 你就会排除掉很多人的 我是北美绝经华文明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信息 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与你去绝集美国 你们很优秀 咱们下期再见